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腋下之军阀》路易与商人袁金夏 第十九至二十集,三生有幸,好好睡觉 真正回到柳方北里 金夏才知道路易为什么问他有没有再来过 院子里摆着各种各样的花灯 什么兔子的荷花的金鱼的,市面上有的 应该都被路易买回来了 现在放在墙角,落了厚厚一层灰 金夏走上前,拿起一个兔子花灯,摆弄着看 路易拿过来放在地上,全是土 拿它做什么?金夏抬头看着它,我从前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今年元宵就放这些好不好 路易看着地上的花灯 叹了口气,瞎说都褪色了,有些还坏了,怎么用 金夏眸子按下来,看着地上的花灯 可是这些都是你准备的 路易拉着金夏走回房间,先进来,手这么凉 今年重新准备,比前几年的还要好看 金夏撇着嘴,你走的时候也不告诉我 路易捏了捏金夏的脸,想着你总会来的 自然会看到 金夏在路易身上打了两下 也泄了气 毕竟路易连钥匙都给他了,是他自己不来的 路易让金夏坐下,才从箱子里一件件网出来拿东西 只有一个盒子,引起金夏注意,已经猜到是什么了 但是,心里还是忐忑 盒子被打开,是一串珍珠项链 路易蹲下来看着他,之前是我错了,这个是赔罪 觉得鼻子发酸,眼睛也疼 金夏看着路易,你为什么当初让旺星送我 路易握住金夏的手,笑得小心翼翼 怕他生气,当初,怕回不来,想着答应过你的 总要算数 金夏踢了路易一脚,小皮鞋肩踢在小腿上 还挺疼的 路易笑着,拉着金夏的手讨好他 之前是我错了 以后绝不再犯,好不好 金夏别过脸 眼泪却落下来,路易慌了手脚,又要擦眼泪 又要抱他,怎么又哭了,我这不是回来了 金夏抱住路易,当初想着 等你回来,要先罚你,又怕你受伤了,此行艰难 想着要做些好吃的给你,没想到你忽然就来了 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 路易被逗笑了,你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看到你的时候,吓了一跳 金夏抬起头 又踢他,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好好好,路易一手扶着金夏 一手捂着腿笑着 小祖宗,你这鞋踢一下挺疼的 哼,金夏转头不看他,没一会又忍不住了 还疼吗 不疼了,路易把金夏抱起来,放在桌子上 割皮糙肉厚的,不打紧 金夏推着路易,你把我放下来 被人看到了 路易抓着金夏的胳膊 我在这儿 看谁赶进来 金夏索性也不挣扎了 抬头看他,抱我上来做什么 路易低头亲他,方便亲 这么久没见 像是心底的什么,被扯出来了 金夏的手指插入路易发肩 拽了一下,路易才把他松开 怎么了 这几日与金夏待在一起 说不想亲热是假的,但是他有些抗拒,也累 路易最多也只是抱抱他,现在是真的想与他亲热 像是憋在心底的火,终于有了宣泄的出口 不想停下,也停不下来 金夏抓着路易的衣服下白 终于还是让步 你,把门关上 路易笑着 转身关上门又回来 轻轻摸着金夏的脸 现在放心了 金夏扬起脸 我怎么感觉你年纪越来越小了 越来越没有分寸 路易点头 抵着金夏的额头 嗯,在你面前还要什么分寸 金夏捧着路易的脸 现在看着 倒是比旺星还要小些 有八岁没有啊 路易忍不住笑了 拉下金夏的手握在手里 带你去吃饭 然后送你回家 金夏还着路易的脖子 耳朵通红,烧得慌 我跟家里说 我明天才回去 路易笑着 意思是今晚不想回去 嗯,金夏点头 这么久不见 就一晚 好不好 好 金夏本想做饭给路易吃的 但是家里什么都没有准备 只好出去吃 吃完路易又带着金夏去点心铺子 还是之前那间屋子 老板看到路易就笑了 你这么久没来 我还以为你搬走了 路易也笑着 袁小姐喜欢的 都上一份吧 金夏看着多上了一份的奶糕 问路易 你不是不喜欢吃吗 路易没有否认 想再试试 习惯习惯 说不准就喜欢了 金夏一口一口吃着点心 和上次坐在这里的心情完全不一样 胃口都好了不少 晚上回到柳方北里 金夏才觉得怪怪的 和之前每一次住在一起都不一样 金夏躺在被子里 听到身后的脚步声 更紧张了 路易伸手抱着他 怎么了 不适应 有一点 金夏捶着毛子 也不看路易 忽然想到 今天应该带你 去安定门走走 路易也躺下来 把金夏揽在怀里 一下一下轻拍着他的背 打了圣仗凯旋的人 踩走安定门 金夏点头 我知道 所以才要带你走走 路易低头 下巴抵着金夏的额头 我们还没有胜利 金夏继续点头 我也知道 只是讨个好彩头 给路如归将军 也给你 路易找到金夏的唇 吻上去 路某遇到袁小姐 当真是 三生有幸 金夏穿着粉色的小赵衫 现在被路易蹭得皱皱巴巴的 和以前一样 他的手按在胸口第一颗扭扣上 力气很大 路易的脸埋在金夏颈间 金夏捧起来 看着他 他的耳根到脖子 都泛着红 金夏抿了抿唇 才开口 你想解开的话 我愿意 只是 不要有孩子 路易被逗笑了 垂下眸子 又看到金夏胸口 他今天穿的罩衫领口 比平时衣裳都要低 低头就能看到胸口的皮肤 路易低头亲他的耳朵 一只手从衣服下摆伸进去 握着他的腰 手指轻轻滑着 不解开 让我抱一会 好像 不只是抱 身上出了汗 等路易躺下来 金夏就想把被子撩开 却被路易裹得更紧 从背后抱在怀里 身上有汗 会着凉 金夏回头看他 这样热 路易抬起头 一只大手捂着金夏的眼睛 把他转回去 从背后抱着 别看 金夏不知道 他现在的毛子像盛着水 路易看到 就忍不住 金夏拉开路易的手 这么背对着他 说话感觉怪怪的 魏先生说 沈小姐牺牲了 是 路易握住金夏的腕子 来之前 我在上海 和他见过一面 那位沈小姐 金夏也只见过几面 交集最深 也只是在他们走之前 一起吃了顿饭 但是心里却觉得亲切 因为他和一鸣钟 和文鱼 还有路易 是一样的人 金夏闭上眼 握住路易的手 有些念头 他不敢想 更不敢说 像是感受到 金夏情绪不高 路易岔开话题 不是说给我求了平安福 嗯 金夏点头 你回来了 是要去还愿的 好 我们一起去 金夏看着路易的手 我想看看你 好 路易把人松开 让他转过来 我们随军的 有两个女孩子 他们看到你给我写的信 问我是谁写的 金夏看着路易 你怎么说的 路易像是想到什么 笑着 我说是女朋友 他们不理解 问我是不是未婚妻 我说是 金夏并没有给路易 写过几封信 怕他不方便 撂撂几封 都是脱卸家人送的 心里话也不敢多说 想来路易应该是经常拿出来看 所以才会有人问 路易低头抵着金夏的额头 为什么在信里 很少说想我 金夏只觉得脸热 信谁都能拆开 被人看到了不好 路易笑着 看起来心情很好 想我吗 有多想 金夏埋在路易胸口 不肯说了 路易把他拢得更紧 我也想你 在梦里 经常梦到你 金夏没忍住 笑出声来 要是让跟着你的人知道 堂堂陆将军 做梦梦到的是我 怕是不听你的话了 路易捏他的脸 人都有七情六欲 我难道连做梦的自由都没有了 哦 金夏应了一声 那就随你好了 路易总是摸金夏耳朵上的小祸口 金夏痒得睡不着 拉开他的手 睡觉好不好 路易好像真的心情很好 又在笑 好 睡觉睡觉 路易向来醒得早 金夏醒来 看到外面天还没亮 身边的人已经不见了 躺了一会 路易还没有回来 金夏自己也越来越清醒 金夏裹着被子坐起来 撩开床杖子看外面 路易就坐在书桌前 怪不得没有动静 金夏叫他 一哥 路易回头看到他 放下书走上前 怎么现在醒了 还早呢 金夏伸手握着路易的手 你不在 就醒了 路易坐在床边 让金夏躺下来 我习惯了 平时也醒得早 金夏挪来挪去 最终枕在路易腿上 找了个舒服的姿势 那我们说会话 好好睡觉 路易语气里透着无奈 顺着金夏的头发 我不走了 陪你一起睡 好不好 得到满意的答复 金夏才躺回枕头上 让路易也躺下来抱着他 现在是在家休息 不是你在外面奔波 也要好好睡觉 路易笑着 把人拢了拢 知道了 都听你的 其实路易一点睡意都没有 就看着金夏 渐渐又睡熟了 一手撑着脑袋 看他 像是梦到什么不开心的了 金夏哼了两声 皱着眉 往路易怀里蹭 这么抱着他哄着他 竟然也觉得困了 在醒来的时候 日上三干了 路易自己也没想到 会睡到这么晚 金夏也醒了 看到路易就笑 是不是睡得好 嗯 路易食指勾住金夏脸边的一缕头发 在食指上绕住 又放开 今年是路加的大年 其他几房要回北京来祭祖 我也要回家过年 算下来 路易算是路加三房 路加一共有五房 除了路易他们 都去上海香港避难了 或许是因为路亭年纪大了 不想离开家乡 也可能是他们心里放不下的情节 觉得这样出去避难 像是在逃 像是家真的没有了 无论如何 金夏也没有再问 只是点头答应 好 我知道了 你好好陪家人 嗯 路易又亲金夏的耳朵 等我处理处理家里的事 陪你去还愿 让我来看